Hello,大家好,我是Tom大神,我又回来了 今天呢,主要想来再做一个我这辆大白兔的Van Tour 到了多伦多的傍晚了,现在我们在外边吃饭 然后顺便介绍一下车的外观 奔驰的这个Sprinter 170,2WD的Crew Van 奔驰Sprinter 2019年新改款之后呢 改了整个前脸的设计 它的轴距是170inch 所以就是叫170 然后这辆是个2WD,是后驱版本 然后非常经济省油 在高速,纯高速的时候能开到11个油左右 然后Local的话也有14-15个油这样的 现在我们到了车里 看到这个车,其实内部空间还是挺高的 我是1米88的个头 然后我现在站到车里还是能够完全站直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车顶 车顶我是保持了原车的这个软顶 在上面切了很多洞出来 比如说这个风扇 很明显的这个风扇的洞 然后还有很多LED灯 前面是驾驶舱的部分 用了两个黑色的遮光帘 然后它能够防光 而且还能够有一些隔热的作用 在门的正对 我放了一个这个是冰箱 12V的DC DC的冰箱 然后它里边是有很大的空间 这相当于是一个冰柜 每个compartment可以单独控制温度 你看我已经放了好多火锅肉片 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DC的冰箱 它是用的12V的电 就是非常省电 旁边有一个可旋转的桌子 这个桌子是mount到 这个叫Lagoon Table Mount 然后让这个桌子可以 能够很多的角度和方向的转动 而且也是快拆的 它一拔整个就拿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可以坐在这个冰箱上 因为这个冰箱的力度是够的 用这个桌子来办公啊吃饭啊 在后面和对面都有很大的窗户 也可以享受风景 冰箱挪开 下面就有三个滑轨 然后这三个滑轨是 mount原车的座椅用的 原车除了前排有两个座椅以外 第二排还有一个三个座椅的bench seat 还可以额外带三个人 也就是说全车可以坐五个人 然后能够保证全家一个出行 厨房的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build 用的是plywood自己做的 像抽屉啊 它有很多空间可以放 这些锅碗瓢盆 厨房主要有两个 重要的位置 一个是这里的一个水池 这个水池接的是一个12V的水泵 所以从车下面的这个 把水抽上来 然后水池里的脏水就直接 落进这个灰水箱里 这个灰水箱做了一个小的机关 也是快拆的一个装置 它可以直接通车底 然后平常我这都是这么打开的 这样的话水只要超过里面的灰水 只要超过这么多位置 它就直接流下去了 如果平常不打开的话 就给它关上 这样的话水就会在这里慢慢堆满 然后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 有排水沟的话 可以直接打开 这样的话它就直接落下去 厨房的另外一半呢 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 可以翻折的一个相当于一个countertop 可以翻起来 然后下面平常的话 是放一个电磁炉的 现在我给拿出来了 还有可以用电水壶烧水 这么做的原因呢 主要就是能够平常不需要用到电磁炉的时候 就把它可以隐藏起来 这么大的位置还可以作为counter space 然后不会说让电磁炉直接占用很大的一个空间 只驾驶侧做了一整条的脚棍从前到后 然后这个脚棍呢 里面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 它是有灯的 这个调料啊 这边是我的叫做control center 它有我灯的开关 有这个我充电的东西 所有电子设备 这边的脚棍就是放一些平常我们的衣服呀 这两个是我媳妇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我的 然后像这一个是wall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是固定在墙上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篮子可以按照不同的位置固定上 然后也可以吸一些磁铁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储物空间 也可以放放一些小东西 墙面我选择的是这个 foam padded marine grade vinyl 这是船上用的一些这个布料嘛 然后它的主要的好处就是首先它里面是有一层很绵的摸起来很软 另外就是它完全防水 如果你水溅上去了 然后油溅上去了 这个直接擦掉就行了 就不会有任何屋子留下 有好多小伙伴跟我说 怎么没有看到你们装浴室装洗手间 然后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是我们是有洗手间有厕所的 然后这个厕所呢就是在这个sliding drawer上就可以抽出来 然后如果用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厕所直接从床底下拉出来 然后使用就行了 但是我没有做一个封闭式的厕所 然后这样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车显得比较开阔 尤其是在cruvan的情况下 因为cruvan经常第二排你是要有一排座位的 然后第二排座位实际上占了整个车的很大的空间 如果你再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浴室的话 然后后面就会显得特别挤 然后除了厕所呢 在厕所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桌板 平常坐在这的时候 然后用这个小桌板 就可以工作呀打游戏呀 然后看一些东西都可以 像刚才我做的这个stool 实际上它可以翻起来 里面是一些储存空间 然后就还有一个recycle beam 然后把它翻下去就是一个座位 然后在座位的这边呢 在床底下有一个微波炉 出门在外买的一些超市里的食物啊 然后想加热一下吃 有微波炉还是特别方便的 这样就省着你去开火 再把食物再加热一遍 或者蒸或者炒 然后又产生水汽和油烟 然后这样不必要 床下这个空间呢 我们叫做garage space 就是房子里的车库的意思 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一座房子的话 你会想要一个专门的地方 能够储藏你的一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 所以床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比如说放一些滑雪板啊 放一些行李啊 然后工具啊 床下现在呢有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所有的电路系统 实际上和车的前部分是相通的 然后能看到这边的话是我的厕所 实际上和前面是通着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open的一个space 然后床下还有一些地方是可以mount一些工具的 比如说这边mount了一把斧子啊 然后还有地方可以mount铲子 还有当然还有灭火器 这都是车里常备的一些东西 这里就是我主要的电路系统的配置 最下面的话是我两块理电池 两块并联的理电池的位置 然后所有的电路设备全都基本上mount到侧面的墙上 然后能看到我的这个dc fuse panel 然后还有我的很多disconnect 然后两个大的250A的bus bar pure sine wave 的inverter 就是逆变器 3000瓦的逆变器 然后这里是dc to dc charge 这里是dc的transfer switch 然后dc的这个breaker panel 然后最后那边是我的solar charge controller 太阳能控制器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garage的一个灯条 这样的话 然后所有的线路都是我都做成exposed 因为比较好service 而且这样的话它的散热也会非常好 首先这辆车的动力还是挺够的 3.0 v6的柴油引擎 然后配上2019年新款新换的这个7速的变速箱 实际上开起来的感觉和我之前的那个奔士的GL差不多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都是开这辆车 因为现在这是我唯一的一个能出门的车嘛 停车也是稍微有一点tricky 但是我在downtown也停过 我在大宗华的停车场也停过 我在各种超市的停车场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本身北美的车位都比较大 就算你的车头突出来一些 你只要是尾进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的就是不要投进 投进我是真的吃过这辆车的亏 而且这辆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高速上的时候 你的视野真的非常好 这个特别开阔的视野 YouTube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PGavin Live 我是Tom大神 我是Barbie 2019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在历经几年对vanlife的摸索之后 我们终于改造出了一个符合我们心意的van 并且开着它在北美自驾生活了一百多天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 而且对vanlife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2020年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房车改造 以及北美自驾生活的心得 B站的小伙伴也欢迎一键三连支持我们哦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最后 我们开始讨论的观看 我们开始讨论的观看